一档水一样透彻 哈喽大家好 今天想来做一次香水的测配 然后今天说到的都是比较小众的沙龙香 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跟别人的东西 因为女孩都不喜欢跟别人撞香嘛 所以我今天就想说给你们推荐一下 我个人是一个非常喜欢香水的人 因为我觉得香水就代表了你自己的味道 又好香水又是清洁也很好 但是我也不是个专业的特品啊什么的 所以我如果有说错的大家过去看 我第一个想推荐的是这个 最初这是他们家的修女 这款香水应该很多很小玩 像我说的人大家都知道 就是特别火 然后当初的香瓶说是 闻到修女的味道就像是 就是一个外面披着道袍 但是里面穿着蕾丝小逆衣的 行李 然后想说嗯 那么有气 特品香水它是 它是东方花香调的 是茉莉色香和粉香 所以它不会有那种特别特别俗和 纸粉线很重的味道 不然很性感 但是又不会很做作的香水我觉得 然后有些人的对它的香品是以敬意之名 作色有知识 我还是个宝宝不能吃这些 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个是 一点啥不一定是配件 这是柏林少女叫做飞的柏林 很多人应该可能第一款是他们家的香水 就是这个吧 有一个香水小样 超级小 超级小 酸甜甜的果味 然后又有一点木质的感觉 而且粉红胡椒加了一点辛辣感 所以就会像一个很活泼的小姑娘 但是又是心思比较复杂的那种 人家是玫瑰 然后后来好像不打个蜂蜜 它的宣传语吧可以说 有些人写的是玫瑰是我偷的 你爱的人是我杀的 不爱你是假的想忘了你是真的 乳牙这款香水的出现是因为一条香人 它想表达一种成长的疼痛感 就是一个小孩越来越长大了那种感觉 所以忘了什么味道让人试 这味道很特别 就是它我看它描述的时候 有人说是甜冷甜冷的 但是我没有感觉到甜 我就感觉它的金属感很强 让我看它有没有是啥呀 哦这是木质花香调的 然后它的气味是牛奶金属 很香杏仁 还有一个什么东西 它就天界菜 是啥呀 菜天界菜 我都不知道给你天界菜 但是这款的话我个人不是特别喜欢 因为它说甜也不甜 就有一种很深硬的感觉 如果你想要张写你很有个性感的话 我觉得可能可以试一下 嗯但是我觉得大家不要忙买 因为接受度可能不是很高 接下来到我们下一货 下一货是什么 是谁啊 哦是那个青色色香 就是Cloud的Musk 是花香调的 但是鸟尾 橙花油 还有一个也是色香 然后我们来闻一下 嗯它就是一种清清冷冷白月光的感觉 就是那种可远光而不可歇的碗 非常有距离感的一块香水 因为它的味道色香味特别重 然后因为有橙花嘛 所以有种就是清甜清甜的感觉 但是又不腻 让你觉得嗯 不是个简单的小女孩 最不腻的 我们到哪里了 哦 接下来是最后一款 最多点最香水 是当初脑子一荤满了 但是觉得味道其实还不错 它是北非热风 然后也叫摩洛哥热风 它是辛辣东方调的 然后它里面有烟草 蜂蜜 像什么 烟尾花 檀香末 琥珀 瑟香 焚香 玫瑰 甘草 它的味道就是 一股 我个人其实特别喜欢 因为我可能口味比较重吧 它有种很强的辛辣感 混合着蜂蜜的甜味 然后就让你觉得层次感很强 它比较适合在秋冬的季节图 因为它会搭在那种 很冷很冷很冷的环境 给你一种 超级温暖的感觉 就是那种 我一个人可以走一千里 也不会害怕 接下来我们换一个牌子说 我们来说说白瑞德好了 白瑞德是我一个特别喜欢的牌子 因为它们家设计的都非常性能弹风 然后第一个时候 它是这个 Gypsy Water 这款我真的特别特别特别喜欢 我这个已经用完了 可以想象把一个香水用完是有什么样的体验 它的整体感觉就是 浅掉是那种酸酸甜甜的小清清的感觉 但是你仔细去闻 因为它有粉浆的味道 所以它就会把那种活泼的调调给它压下来一点 这是一个酸甜又有个性又有冷角的香水 但是个人的话觉得如果有些女生会觉得 不 我就是最特别的那个牌子 可以去试一下 要说这是大家会非常熟悉的一款香水 它是The Petite的杜桑晚香芋 非常非常温柔的香水 因为它有碗香芋那种非常甜又温柔的感觉 然后它中调是碗香芋 粉和胡椒 后调是安清香和摄像 它整体的话 这种温柔又有风情的感觉 如果有很多人喜欢那种 就是不会出错的香水的话 我觉得买这个应该还可以 它就不会有前几款推荐的 说那么特别 但是它就完全没有攻击性 还有说的是 Tom Ford这个Tobacco Vanilla 香水的话它是辛辣东方钓的 一般东方钓的话 值得就是那种东方特有的药材或者草料 我搜谷谷谷说 所谓东方钓就是使用了东方树木 或者新香 新香 新香 新香料 树脂和摄像等动物新香料 然后常见的东方钓有 檀香木 肉桂 豆蔻什么的 还有琥珀 我也不知道琥珀是什么味道 琥珀有味道吗 琥珀不是块石头吗 它特别 我觉得它特别上头 就是不是那种低下闻会觉得喜欢 但是觉得越闻越好闻的味道 因为它前调有一个 它前调有五花果的味道 然后中调会有那种很强的烟草味 小朋友不可以凑烟哦 但是烟草一直是一个比较让人上瘾的味道嘛 所以它就能有那种很让人上瘾的磨砺 我觉得都读这些它们的前调中调后调那些都感觉让你觉得好好吃啊 像它的话中调是香草可可果 烟草花 后调是干果 木质香 接下来给大家科普一个小知识 就是香调的话有第一种东方香调就是刚刚说过的 还有一种就是常见的花香调 然后花香调的话常见花香调有玫瑰花 枝子花 桂花 鸢花 茉莉花 一般的话要么就是单一花香 第二种是複合花香 第三种就是花香加泉 我也不知道泉是什么样的味道 但是anyway there's something there 然后还有的香调是木质调 就比如说你们家的雪松啊 橡木啊 檀香啊 香根草啊 还有广获香 我不知道广获香是谁 还有是水深调 它的意思是香味像树蕾一样的 我没有闻过什么水深调的香水 我也不知道 哦 还有一种味道叫 台香 嗯 就是由地中 它来源是说由地中海 周边的花卉果是树木混入苔藓香料制成的 苔藓 那是什么味道 好啦 今天我要推荐的是 这个永远是我的第一名 Juicy Water Juicy Water绝对是我最喜欢的香水之一 第二个我要推荐的是 不好意思 我要推荐他们的 可能就是不喜欢的 就是这个 北非热风 C students 他们家的 因为我觉得它是那种秋冬服 在喷菜毛衣上会非常温暖 又有质感的一个香水 然后接下来再推荐一个 就推荐修女的 毕竟人家广告自己的那么好 它就是会 让你 它是一款非常有风情的香水 我建议它是晚上 比如说吃饭或者要约会 平时上学的可能不是很合适 上班就更不合适了 好啦 今天的 料科 随便推荐环节 就到这里结束啦 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不专业的推荐 的Vlogger 为大家 谈得到 对 好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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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